将药引者视为病患 卫福部预理医院从今年9月份开始 成立了东部首家药引医疗整合示范中心 未来将联系包括地方法务、卫生 甚至于是民间借饮团体等 共同为毒品成瘾者提供一站式的治疗 并且以借饮取代入肩 更积极帮助他们可以重新回归社会 预理镇的卫福部预理医院 是花东地区主要的精神专科医院 未来也会是东部唯一的药引治疗中心 针对东部使用包括海洛因与安非他命等等 一二级毒品诊 经由检察官提出还起诉处分之后 可以进到预理医院 究竟透过整合性借饮的治疗 强化毒品戒指的成效 我们当成是一个病人来对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讲官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后盾 有这些医疗体系的 可以来支持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一个 毒品的一些 这些病毒 这些你要称呼他是病患 或者是anyway就是他这个毒品的成因者 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预理医院的成因团队 包括精神科医护 社工以及心理自伤师等成员 将跨出医院链接外部的警社证 以及社区网络 共同发展多元治疗 过去台湾药瘾医疗整合中心 共有五家都集中在西半部 玉林医院则成为第六家 也代表病上最后一块版图 不只是资源的整合 甚至哪边有需要 我们努力把资源投入 因为花工的特色就是因为它下场 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资料医院 它不是在玉林医院 它是需要outroach到花莲市 到台东市升级 团队越来越强壮的时候 还有一个outroach team 如果去到社区去协助 为了落实计划 玉林医院目前也主动 与桃园疗养院签订医疗协力同一书 未来两院还会进一步实施 建教合作与进行跨院资源折合 记者高双双玉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资源